文天祥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做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 有一个人不仅文武兼备 更为我们留下了滋养万事的浩然正气 他就是南宋末年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他的诗作名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亲骨传颂 他骑兵抗援失败 誓死不想慷慨就义 令人钦佩 但是文天祥身上 还有太多我们并不熟悉的故事 他曾参加科举高中状元 散尽家财 骑兵勤王 在数次抗争中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文天祥的民族气节与个人魅力 堪称中国古代完美人格的典范 百家奖探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篇执 文天祥 各位好 有两句诗 在中国 或者说在世界华人圈里头 应该是家喻妇想 说是 人生自古谁无始 留取丹青赵汉青 至于他的作者 那更应该是妇如皆知 因为他的作者的名字 叫文天祥 那么文天祥 是南宋末年 吉州 楼林县 小的时候 曾经在一所著名的学校读书 这所学校 现在还在 现在的名字叫做 吉安白鲁州中学 但是在宋代的时候 叫白鲁州书院 在吉安以东 干江的江心 一个小岛 它在那个岛上 白鲁州书院 这宋代是著名的书院 在这个书院里头 陈列作一系列的 吉安湘弦的画像 其中包括 欧阳修 包括杨邦义 包括胡全 那么欧阳修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杨邦义 他是在 金兵攻取汴梁的时候 四死不详 是这么一个人 而胡全呢 这是在南宋初年 尚书猛烈抨击 宋高中 赵构 和秦桧 向金 称臣 他抨击这个事情 这三位 都是以 结义著称 所以文天祥 他读书的时候 就受到这样一种 相亲的 这种熏烂 所以当年说这个地方 那是文章 结义之榜 这个贝勒州书院呢 他不但是 以传统来教育学生 而且从 从元 到名 到亲 输送了大量的科举人才 那文天祥呢 也就在他21岁的时候 中了禁食 不但中禁食 而且在皇帝亲自主持的 殿世之中 中了状元 但是由于文天祥呢 身份末世 所以他没有能够成为 太平宰相 但是 却以他的所作所为 以他的卵司力 代表着南宋的国家形象 乃至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 为什么说文天祥 身份末世 他出生在 1236年 就在这一年的时候 南宋出了一个 天大的窝囊士 什么窝囊士 当时在位的皇帝 是宋礼宗 名叫赵云 正在发 罪己诏 那么这个宋礼宗 赵云下什么罪己诏 说来 极其的窝囊 在文天祥 出生以前的 114年 也就是公元 1127年 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 就在这一年 由女真人建立的金 贡献了变良 已经退位的宋徽宗 和在位的宋卿宗 双双被女真人 奴略而去 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以后 金兵继续南下 但是由于有岳飞 有韩世忠 有一批将领的 拼死抵抗 所以阻挡了 金兵南下的步伐 那么才有了 南宋的高宗 赵构 定都临安 重新创建一个宋朝 这就是我们说的南宋 创建了南宋以后 形势稍微稳定以后 宋高宗赵构 杀害了 坚决要恢复中原的岳飞 同时向金拉贡称城 于是金和南宋 就签临协议 两个政权 援着淮河和大山关 这是他们的分界线 淮河以南 是南宋的控制范围 淮河以北就是金了 形成了南宋和金的对峙 就有点像当年 北宋和辽的对峙 那么这个事情 对于南宋的朝廷 对于南宋的士大夫 乃至对于南宋的百姓 心里都非常的不舒服 觉得是一种奇词大路 所以一直有一股力量 在推动 推动什么 推动北伐中原 收复实地 那么机会终于来到了 机会是什么呢 在金的 在女真的北边 兴起了一个比女真族 更加彪悍 更加强大的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 叫蒙古族 当时人们把他们称为达达 那么蒙古的英雄 铁木真 统一了草原各部 建立了大蒙古国 而草原民族 把铁木真 就尊称他为陈吉思汉 后来 元朝建立以后 追赠他为元太祖 陈吉思汉 和他的子弟们 带着那种 来如朝 去如风的骑兵 狠扫整个欧亚大陆 那么也像 和南宋对峙的金 发动进攻 那么这个时候的金 无法阻挡蒙古人的 这种进攻 于是有人出主意 派使臣到临安去 到临安去干什么呢 到临安去 要求和南宋 阶层联盟 共同 抵抗蒙古 有意思的是 另外一帮使臣 也就在前后 来到了临安 随地使臣 蒙古人的使臣 他们也来到临安 要求南宋 和蒙古联合 来打金 那么大家说 怎么选择 毫无疑问 宋李宗选择 和元联合 来共同灭金 来收复实地 在公元1234年 也就是文天祥 出生前的两年 金被灭了 南宋觉得灭了金 乘坐蒙古人 在修整的时候 出兵 夺取了汴梁 夺取了洛阳 这是当时 北宋的东西两金 把北宋的东西两金 把它夺取 这个时候 南宋上下 是欢呼绝悦 觉得终于收回了 一部分实地 但是蒙古提抗议了 抗议什么 说南宋 有备蒙愿 你怎么打到洛阳来了 于是立即 向南宋发动进攻 也就在这个时候 文天祥出生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宋李宗下罪己诏了 这个罪己诏 对自己 清开编续 表示道歉 给民众的人身和财产 造出了损失 实际上严格说起来 他不是在向人民道歉 是在向蒙古人求劳 这个玩笑开大了 向蒙古人求劳 希望他不要再打 在蒙古灭基以后 中原的南宋 成为蒙古 即将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此时 蒙古军队 在成吉思汗家族的领导下 势如破竹般 横扫欧亚大陆 他们的铁体 甚至一度到达 欧洲的多脑河领域 成吉思汗的各个子孙 就在各地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而控制中原地区的 是成吉思汗的 四次托雷家族 在托雷的儿子 忽必烈的手上 蒙古最终建立了在中原的统治 傅必烈把都城 迁到我们现在的北京 而且把自己的这个政权 取了一个名字 取了一个字 叫什么字 圆字 所以这个政权又叫大圆 作为注意 这标明着一个事情 一个什么事情 宣告 傅必烈不但是蒙古的大汉 而且是中国的皇帝 他是两重身份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公元1271年 所以我们中国历史 又把1271年 又当作元朝的开始 那么傅必烈做大汉 傅必烈做中国的皇帝以后 继续派兵南下 这个时候就更加不可挡了 这个时候 宋里中已经去世了 在位的是一个小皇帝 叫赵贤 那么后来投降了元朝 死了以后 元朝给了他一个庙号 叫宫帝 就叫宋宫帝 那么真正组织朝政 是66岁的 宋里中的皇后 现在叫做皇太后了 谢氏 那么谢氏看到蒙古人 卢朝般的功来 于是下命令 命令各地秦王 什么叫做秦王 各地 组织军队 组织民兵 到陵安来 到都城来 保卫皇帝 保卫太后 说到底 保卫南宋这个政权 那么大家要问 文天祥到哪里去了 文天祥正在干走 也就是现在江西省的干走市 在这里坐支州 捧着这个秦王赵令 实际上文天祥对刑事 早已了路指掌 看到这封赵书 那是声泪几下 立即派人在干州 以及到他的老家 吉州去组织议兵 结果在不长的时间里头 组织了一万多人 同时把自己的家产 全部变卖 变卖干什么 作为军费 准备干什么 准备奔赴前线 那么带着一万多军队 没有经过任何训练 真正是乌合之重 凭着一股热血 凭着一股爱国之心 当然也是爱朝廷之心 奔赴前线 南宋政权 把他们安排到 保卫平江 平江在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的苏州 当他们赶赴到苏州的时候 元朝的军队 也可以说蒙古军队 但是那里头已经有很多汉人了 也有很多契旦人了 那么援军 他在占领南京以后 继续向东进行推进 那就向长洲进发 那么文天祥文迅 派一支军队 去援助长洲 但是这一支军队和元军一交手 除了拼死抵抗以外 延缓不了元军的步伐 结果全军覆灭 全军覆灭以后 南宋政府又火速把文天祥的剩余部队 调回到渝航 就是现在杭州以北以西 来保卫杭州 而元军城市南下 当时元军的首领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 叫伯延 那么伯延 军队一直推进到 离现在的杭州 三十里的地方 驻扎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形势非常危机了 如果杭州被攻下 城里城外百万军民 将玉石剧粉 杭州城也将变成废墟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主持朝政的谢太后 应该说也是无赖 国家一贫致死 一落致死 没有办法抵抗 他就派出一个使团 到夺延的军中去 去干什么 说是说议和 实际上是投降 为什么 因为把降书都带去了 把南宋的所谓的代表 皇帝权力的玉席 也带去了 但是说是说 议和 文天祥也不信 以右丞相的身份 这个时候封了文天祥 一个官名 叫右丞相 看上去官资很高 实际上没什么权 那么以右丞相的身份 跟随着丞相一起到 援军的大云里头去 进行谈判 文天祥完全知道这种形式 没有办法 割地正在抗援 援军正在南下 他倒希望 投身到抗援的战斗中去 而不希望住什么使节 但是他作为南宋一个大臣 又不能不听从朝廷的命令 所以跟随着一起来到援云 但是心里不甘 和援军主帅博言 就争论起来了 争什么 实际上是争 谈判的条件 但是文天祥还是要做 我是来议和的 不是来投降的 博言非常牢固 哪里有这样的蛮子 当时据说 北方人称南方人叫蛮子 南方人称北方人叫打打 那么你已经 都曾就要被我打下了 你还这么蛮横 但是 蒙古人又是佩服英雄的 尽管博言 劳火文天祥的态度 但是对文天祥的这种骨气 对他的这种勇气 非常钦佩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元朝军队 元朝的上层 开始知道南宋有这么文天祥这号人物 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 博言没有接受南宋的所谓议和 而只接受投降 同时派军队 押送着文天祥和南宋派来的死者 一起押送到镇江去 那是援军的后方 但是文天祥竟然带着12个人 在镇江逃了出来 逃了出来到哪里去 没地方可去 这个时候的宋朝已经投降了 谢太后以及小皇帝投降了 杭州被援军占领了 那么文天祥怎么办 这个时候消息传来 说是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张世杰 一个叫做陆秀夫 他们在温州 立了南宋赵氏家族 另外一个小孩 为新的皇帝 正在抗援 文天祥听到以后 立即奔赴温州 文天祥去园营义和卫城 从镇江逃脱的这一个经历 堪称九死一生 文天祥在颠沛流离中 创作了大量诗篇 千古名句 诚心一片词真实 不知难方不肯修 即在此间创作 后来这些诗篇 且极出版 极取名为指南录 文天祥在诗集后剧中 用了二十二个死 来形容逃脱历程的艰难险阻 那么终于死里逃生的文天祥 在温州等待他的 又会是什么呢 那么到了温州以后 接受当时的更小的朝廷的号召 继续抗原 那么文天祥就来到了福建 重新组织军队 又是一次 名字不可为而为之 他带着军队进入到江西 到了江西的渝都 到了江西的林都 那么绅士还有一点 但是正在继续发展的时候 在新国遭受到援军的打击 那么文天祥军队被打散 第二次抗原又失败 战争的规模很小 什么原因 以文天祥这种军队 是难以和元朝的军队 难以和蒙古的军队抗衡 但是不要紧 失败了再来 文天祥第三次 继续组织一军 来到江西的广昌 来到江西的新国 又在那一带重新组织一军 而且还取得了小小的成果 什么成果呢 打下了赣州的几个地方 而且南昌的 吉安的 张树的 还有人进行响应 所以文天祥的第三次起兵 甚至产生一个小小的高潮 但是好景不长 援军再一次对文天祥的部队 进行剿灭 援军在新国 吸气了文天祥军队的所在地 结果全军溃败 文天祥逃跑 逃到哪里去了 逃到吉安吉州的永丰县 结果在永丰县一个地方叫空坑 被援军追上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插曲 文天祥手下一个监军 他监督文天祥的军队 但是他对文天祥特别佩服 当在空坑遭到援军的袭击的时候 这个人名字叫赵石赏 他坐上轿子 命令教父迎着援军而去 然后让人告诉援军 我就是这一次义兵的首脑 大宋的丞相文天祥 结果这一次援军认为真地抓到了文天祥 把他带走 真地文天祥逃走了 那么逃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 这温州立的小皇帝已经死去 一路颠簸 颠沛流利 战争的惊吓 一个小孩已经死了 那么文天祥又听到消息 张世杰和陆秀夫 带着残余的部队 还有二十多万人 又在广东的朝阳 重新立了一个皇帝 后来这个皇帝被称为少帝 只有七八岁的一个小孩 那么文天祥文训 又赶过去 在朝阳重新拉几部队 这已经是文天祥第四次拉部队了 江西的旧部 闻风而动 也赶到广东 于是文天祥继续进去抗击 但是在海丰县 一个叫五岭坡的地方 遭到援军的打击 文天祥被俘虏了 这一次没有被逃脱 但是俘虏去赶往援军 主帅的云地的过程中 又一个差距 什么差距呢 迎面碰到一队援军 再对援军欢天笑语 什么原因 他们也抓到了一个文天祥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还有一个人物 名字叫刘子俊 从文天祥起兵开始 就追随文天祥 他为文天祥的人格所感动 不棄不离 那么在五岭坡被援军袭击以后 他自己自称 自己就是文天祥 希望以此来让文天祥逃脱 但是文天祥这一次没有躲开援军的追捕 结果真假文天祥见面了 到底谁是真的 于是两个人就真的起来 谁都指责对方是假的 说自己是真的 你看看 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当来后来那位假文天祥 叫刘子俊 被援军杀了 但是我这里要说 这一次 追在文天祥屁股后面打 追在张思杰 陆秀夫后面打的 不是蒙古人 是一个汉人 是一个投降了蒙古的汉人 他的名字叫张冯范 这个张冯范 俘虏了文天祥以后 当然文天祥的事迹 在援军里头早已经传开 一个白面书生 一个由状元做到成像 这么一个书生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所以大家对他这种气概 是佩服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看 文天祥以抗原点 他这种空间实际上 是越来越小的了 第一次是在长州一带 第二次是在福建 第三次在江西的南部 第四次已经被逼到天涯海角 张冯范 严格说起来 对文天祥的这种气度 也是佩服的 他没有围栏文天祥 倒是希望文天祥 做一个事 做一个什么事 希望文天祥 写书信 劝还没有投降的 张思杰和陆秀夫投降 但是文天祥坚决拒绝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 我不能汉父母 我不能保护自己的父母 乃教人叛父母 这个事可以做吗 是不可以做的 但同时文天祥 也给张冯范一个交代 我也是汉人 你也是汉人 我把我的一首诗 就在被你们的军队俘虏 然后我度过林丁阳的一首 一首赶怀诗 来给你 让你读一读 辛苦招逢起一斤 这就是科举考试了 你考五斤里面的一斤就可以了 干戈缭络络四周星 三河破碎 风飘雪 绅士浮沉 鱼打平 惶恐滩头说惶恐 林丁阳里探林丁 人生自古随无始 留取担心 照看清 那么惶恐滩 是从吉安到干州 万安县 干江的一片滩头 叫惶恐滩 水流川崎 林丁阳是文天祥背负以后 要经过的那一片海洋 那么从此以后 人生自古随无始 留取担心照看清 就变成文天祥 给我们中华民族 第一份今生遗产 文天祥被押在张峰范的船上 张世杰和陆秀夫 他们的十多二十万人在哪里 已经被逼到朱江口 朱江口西南 属于新汇县的一个小岛上 这个岛叫崖山岛 那么逼在这里 援军对这个岛进行猛攻 南宋政权 所拥有的十多万的军民 不是死 就是伤 或者葬身于大海 卢秀夫应该说 应该是一条汉子 他看到这种情况 穿起朝服 正装 把最后一个小皇帝 背在背上 八九岁的小皇帝 雍生跳向大海 那么张世杰到哪里去了 张世杰被打散了 几天以后 他回来 准备重新抗争 但是遇风浪 连轮带船 葬身开提 南宋的最后一支部队 也覆灭了 温天祥就在援军的船上 眼看着宋军的全军覆灭 那是辛努刀割 七纪光 大明王朝抗亡英雄 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精心打造的七家军 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 又为我们留下 哪些大快人心的抗亡故事 中国故事爱国片之 七纪光 中华民族的脊梁 亚山海战 是宋朝历史上 极其悲壮惨烈的一页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以来 短短数年 就把势力从塞外草原 一直推进到了 朱阳口的茫茫大海 背负的文天祥 亲眼目睹了南宋最后的灭亡 写下了2月6日 海上大战 故事不继 孤沉天祥 坐北周中 向南痛哭 未知识 左朝南传 满崖海 今朝只有北传在 陆秀夫张世杰 已经慷慨复活了 那么文天祥 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那么文天祥 怎么办 张宝茫 把文天祥 把文天祥解压起来 送往大渡 有一种传说 说文天祥起兵的时候 曾经带过一把短刀在身上 他知道 非常有可能就死于疆场 也非常有可能被俘虏 所以准随时准备自杀 但是 一次又一次的抗援 一次又一次的实力逃生 一次又一次唤起他更加坚定的这种抗援的觉醒 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他已经四次起兵 四次失败 如果不是被俘虏 也许还有第五次 也许还有第六次 这个时候南宋已经灭亡了 太后皇帝已经投降了 文天祥的这支部队 完全没有友军的支持 完全没有后方的供给 甚至可以说 完全没有胜利的希望 但是 不但他 坚持到底 而且总有一些人 事事不宜地跟随着他 还有一些人 甚至在紧要关头 冒名顶替他 希望有自己的死 来换得文天祥的身 来保留民族的一线正气 来保留民族的脊梁 那么文天祥 他也是靠这么一种精神 来维系他的抗原的决心 所以到这个时候 死不死 实际上都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那把短剑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被俘以后 就在海丰县被俘以后 吞下去二两龙老乡 这个龙老乡是一种香料 据说一次性地吞下二两 服食二两 人必死不已 但是文天祥竟然没有死 而且在从广东 压送大都的路上 经过江西那一段路的时候 他绝死几天 竟然也没有死 所以文天祥大概觉得 这是老天不让他死 既然老天不让我死 我就不死 我就活着到大都去 看看元朝的皇帝 蒙古的大汉 是怎么来处置我 文天祥这里刚刚收起 死的意愿 那么另外一批人 在击望文天祥死去 什么人呢 文天祥的一群部下 几个朋友 为首的人叫王延武 文天祥第一次起兵的时候 他就投军 并且劝说文天祥 变卖家产 以作军费 文天祥听从了他的意见 但是当文天祥得知 这个王延武 父亲死了 还没有来得及下葬 而母亲又重病的时候 文天祥不让他到军队了 让他回去 回去干什么 你去尽孝 抗援也不在于你一个人 我们带你抗援 我们带你尽忠 你回家尽孝去 那么因此 王延武就回到了家乡 一直在牵挂文天祥 等得到文天祥被俘的消息以后 王延武和他的朋友们 极其的担忧 他们不是担忧文天祥被杀 他们相信文天祥一定事实如归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担心是文天祥被俘以后 会备受灵魂 会丧失尊严 担心文天祥 在援军 在蒙古人的言情之下 他可能想求生 可能会 辩解 他们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这样一来 不但是文天祥 尊严全上 不但文天祥一世英明没有 而且 由文天祥赖以维系的民族机梁 也将被打碎 由文天祥延续的一线正气 也将被中断 所以他们希望文天祥死去 怎么让他死 亏他们想得错 这位叫王延武帝 写了一篇奇文 这篇奇文的名称叫 生记文成相 文成相没有死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活着要记他 于是在这篇文章里头 这篇记文里头 这个王延武分析了 文天祥 种种应该死去的理由 排斥了文天祥 种种可以活下来的道理 一句话 让文天祥述死 叫述臣相之死 而且把这个记文 抄写几十份 贴在文天祥 由赣州到南昌 一路上可能靠岸的码头 以及码头附近的 寺院的山墙 商店的墙壁都贴上 希望文天祥看到 看了以后文天祥自杀 由于援军守卫的严密 也许文天祥看到了 也许没有看到 那么一路上 文天祥没有死 就到了大都 到大都以后 接受了更严峻的考验 一共监禁了三年 劝祥不断 到了四道沧桑 已经过去将近八百年了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关押文天祥的 这座监狱的旧址 还存在 在哪里 在我们现在北京 辅学辅同 但是名字已经不是监狱了 叫做文成相事 变成基业文天祥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文天祥一边被监禁 另外一面 元始祖伏辟列 也就是蒙古大汉 兼中国皇帝的伏辟列 正在和他的大臣们 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 讨论 汉人 契丹人 女真人 在伏辟列的眼光里头 在蒙古人的眼光里头 他们都是汉人 都是男人 那么这些人里头 人才有哪些 所以根据宋史的记载 元史的记载 那么 扑辟列问了这么一句话 男宰相 苏贤 男方的宰相里头 男人的宰相里头 谁 是 最贤的 谁 是最有本事的 结果 人们回答他 北人 无如耶律 其男人 无如文天祥 这个耶律 叫耶律储才 这一位 是契大人 那么耶律储才 在元太祖 陈吉思汗 在元太宗 渥国台 以及元世祖 伏辟列手上 都做出了 极其重要的贡献 大家把文天祥 和耶律储才并称 实际上是提醒 伏辟列主义 你 对耶律储才是有印象的 那么文天祥 是完全可以和耶律储才并肩的 这样一来 伏辟列就更认为 文天祥是个人才了 于是亲自召见 亲自劝祥 文天祥来到大殿 朝着伏辟列 长衣不败 做作衣 拱拱手 但是不败 什么意思 我是南朝的宰相 您是蒙古和大元的皇帝 我们两国之间 他还这种讲究 但是应该说 伏辟列也是伟大的人 他没有怪罪 不但没有怪罪 反而肃拦起敬 然后让人告诉文天祥 如果你归顺我大元 而且归顺是明正言顺的 你们的太后 你们的皇帝都归顺的 而且 普天之下 你可以看一看 哪里不是我们蒙古人的天下 除了被海所割 蒙古军队几乎所向无敌 但是文天祥自死不想 那么文天祥 为什么不想 他有他的道理 后来他告诉人们 是这个原因 孔曰成人 梦云奇异 所谓成人奇异 就这样来的 为其易尽 所以轮字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书己无愧 我对得起 我的天地良心 什么叫做英雄 西英雄 福比迪 赞叹的是 文天祥的这国正气 那么英雄西英雄 不是强迫对方 接受自己的意愿 而是尊重别人的选择 所以 福比迪 尊重了文天祥自己的选择 没有再逼祥 而是 让他 保留着自己的这国正气 公元1283年的1月9日 这是说公历 文天祥被绑腹刑场 当时的财士 来动刑 除死 一路上官者如潮 大家都想看一看 来自于南宋的状元宰相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度 他是怎么样一种国家形象 应该说元朝的奸展官 也是佩服英雄的 一路上告诉民众 怎么告诉你啊 文丞相南朝的忠诚 他是忠诚 皇帝使为宰相不可 我们的皇帝请他为宰相 都没有办法劝负他 故谁起愿 辞之以死 这是根据他的意愿 非他人可比 同时 他还慰问天相 陈相今有圣言语 回咒尚可免死 现在你还可以不死 文丞相说了一句话 非常淡的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 死则死而 上河言 死就死吧 还有什么话说 没有什么话说的 然后又问世人 问边上的人 哪边是南方 然后跪对着南方 跪败就死 应该说来得非常坦然 他走的也非常冲扰 那么文丞相去世了 他为我们留下来的这一线正气 保留的民族积粮 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到这里还想提起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烟武 他曾经写过三纪文丞相 那么这个时候 王烟武到哪里去了 王烟武听说文天祥就义 极其的悲痛 重新写了一篇纪文 祭导死去的文天祥 在这里头有十六个字 名相烈士 何为一传 三千年间 仍不两见 今天这一讲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